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高雄美术馆一带 有不少的高档餐厅 其中一家不仅有着浓厚的艺术氛围 还有因应四季而多变的蔬食料理 台北创始店被评为 2019米其林指南推荐的餐盘餐厅 以当令养生的日式槐食料理 称霸舒适圈二十多年的餐饮集团 它的高雄店洋溢着宫廷的氛围 精致优雅而不浮夸 充满着艺术的气息 绿树成印的美术馆区 豪宅大楼中央 挥持外观与绿色植栽 但这些日式产意 古铜色的大门 则有画龙点睛的低调奢华感 这个标志的话 敞开来的话就放明光明的意思 那门的话是同系列 欧洲古典风 盼望贵客敞开新门 巨像的设计巧思 镶嵌在明亮的窗框中 走进大厅映入眼帘的槐石墙 巧妙运用镜面映射 将成台石头幻化为千千万万颗 悬浮的陨石 槐石的精神 这个含义说你看看远的 看有点它有穿透性 看了很久的话 一个一个一个接下去 所以说我为人人 人人为你 所以说我们要有远世的精神 槐石 远指佛教僧人坐禅时 在腹上放上暖时 以对抗饥饿感觉 演变于日本茶道中 主人请客人品尝的饭菜 现已成为日本精致的高档菜色 演变的话 槐石料理是什么 一当地食材 二的话它讲究的是什么 一器具 二的话环境 三的话就是它的菜 新鲜度还有的话 就是它所做的内涵 跟含义跟意境 槐石料理 极端讲求精致 无论餐具或食材的摆盘 都有极高要求 如同艺术品 令人耳目一新 意大利发生浪漫的艺术 不是融合在一起 这书的话它是时尚的 有文化的 有内涵的 因为它境界不同 半开放式流苏垂帘隔间 私内性佳 聚餐不受打扰 这边的风味是蛮不错的 色相味俱全 我觉得它真材实料 让我们会想来 是过去那种 所有面食类的那种素食 极致华丽的欧式装潢 仿佛置身宫廷之中 仿佛走入欧洲古堡餐厅 细致雕花座椅 盛装点养 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我想的话就是 用环境跟气氛 好 还有用心的服务跟菜色 让它有区别 不只有味觉的饗宴 更有视觉上的美感 季节限定的春季套餐 让你在这里用餐的时候 有视觉跟味觉上 双重的享受 其实是让它的饭里面 有一点鲜味 融合起司的米饭中 淋上火龙果酱汁 呈现天然粉嫩的樱花色泽 醋饭的一个汤子 梅肉切碎 充满轻松低口感的日式饭团 加上一点烤过的松子 最后点缀上日本盐漬樱花 一口诗意送进春夏秋冬 这个季节 樱花比较大量的在生长花 来录菜 因为它这个颜色看起来粉嫩粉嫩的 非常有那个春天的一个感觉 桃树的一个结晶 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胶质 非常好的一个美容盛品 桃树的结晶浸泡三天后 小火慢慢微煮 已经有加了一个松露 在里面本身它没有味道 这样它整个都是这样 断断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蔬菜高汤 简单调味之后呢 我就把它淋在这个山药桃胶的一个上面 为了用一点装饰 从微小细节都尝得到主厨 对季节食材的高度敏锐感 视觉摆盘更是把如素 落高到艺术欣赏的层次 这道菜比较特别的一个灵魂 这个叫做松本荣 非常好的一个菌种菌 简单的料理手法 来呈现它最完美的呈现 也是我们当季的一个鲜笋 但是它本身没味道 就是要靠我们日本来的一个胡麻 跟当季的一个地豆 把它打成泥 这样调制一个酱汁 导入日式法式的摆盘及料理手法 服务细节与环境上要求完美 颠覆消费者对传统素食的刻板印象 那这位贵宾送上的是主餐的部分 那我们的主餐是选用 顶级大科的猴头菇 以哈密瓜果香酱造沙而成的 以黑胡椒等各式酱汁 炖煮过的猴头菇 多汁而富有弹性 猴头菇的一个制程还蛮费工的 经过水煮 水煮时间可能要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然后我们还要泡水让它流水苦涩味 把它去除掉 一天到两天的腌制的时间 才能够让它入味 针对这个猴头菇 我觉得他们是有特地的挑选 比较好一点的品质这样子 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输给牛排 在食材上 他们会随着季节的 交替他们的食材也都会有更换 每个微小细节 尝得出主厨对季节食材的高度敏锐感 视觉摆盘更是把如素 拉高到艺术欣赏的层次 我都一直鼓励那些年轻厨师 总是这样的工作就是一个热忱 路才可以走得比较远 重点我们那个生鱼片做成的一个玫瑰花 刀工手工的一些技巧 点缀金箔质感就很高级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创新创意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客人也会感受得到说 我们这个这样搭起来 非常有一个心意 掌握漫漫时光的节奏 怀抱着温暖的心意 吸引人气再次汇聚 在四季分明的台湾南北乃至大陆 经验众人的素槐食料理 总是令蔬食佳肴 耳目一样 在四季分明的台湾南北乃至大陆 经验众人的素槐食料理 总是令蔬食佳肴 耳目一样 唯一的最新 素食养生怀食料理的创办人陈建志 熬过事业的低谷 现在在两岸三地 创造了更成熟的 顶级蔬食餐饮的版图 全台第一家素养生怀食料理 不仅在餐饮界打响名号 并入选2019米其林 推荐餐盘餐厅 吃素罗帕是一个非常有境界的 而且非常被尊敬的 人生在不一样的境界 我希望做到一个很好的餐 提倡五感合一与平衡 店内以自然景物 营造出具产意美感的空间 素食槐食料理均以花材装饰 摆盘犹如艺术品 强调不过度烹调与调味 蔬食的原始风味得以呈现 去日本走过 我认为那个餐很讲究 他没有做素的过 我如何的话 让他一里面有馋味 二的话台湾要吃的口味 再来的话 也融合人间的浪漫的艺术 料理简朴却不马虎 回溯陈建志家中如素的因缘 四十五年前在老家高雄 为了因农事受伤的父亲 奶奶一念洞天天从善愿 那是这样看人叙叙一样 就有人来跟阿嬷说 你如果求人 我都要求天 要求菩萨 穿靠 然后摄个灯 然后度人 那我各种必要的 他知道这个含义在哪里 所以说我去找厨房 我实在做东西 人家的浪漫很好 他说我们是人的厨房 厨房 厨房我们在压房 厨房 这不要人那么多 他告诉我 煮菜也没有厨房 厨房就有 一次的话 我就自己下定一个钉 就是说 如果我有一天可以做主的时候 我用熬高桃的宝石 然后我尽量用天然的东西来带去 直到1994年 当家做主 真正体会到创业辛苦 刚好的话就是说 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他问我 人生没有厉害 那我想象的话 如果我明天会死掉 我会要死掉的时候 那我人生是只有吃喝而已 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 就去做华鱼石料理了 那做得更辛苦 创丝店坐落于台北市中心 初期苦熬两年 才打开知名度 来客量渐有起色 刚开始的时候 我朋友看到 你当这个地方开一种店 要温度的 这个做一定很辛苦 但是的话 我要越练越亮 因为这个餐需要时间 来培养人的气质 人的涵养 所以说我们做来提升 不是做来竞争 历经曲折难转 坚定心智 最终才体悟到 功德圆满的美好果实 人生就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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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没有到有 有到进化 到人生的生命意义 去再造天地人的另外一个使命 打造精品级的蔬食盛宴 让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欣赏蔬食 而且还能够养生健康身体好 苏果生活质 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